再跟哥哥说两句 不好意思 耽误你点时间 有一号 有些人 就是说 告诉他我是留言 说张高丽老师和彭帅老师这事 这是美国CIA干的 一定是阴谋打击 我党的微信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我以为这哥们是一反抗 我就看了一下这人的其他发言 我觉得他还真不是 他还真这么认为的 他是觉得这个东西 一定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美帝的阴谋 你这个太扯了 对吧 除了美帝还有英法 是吧 还有日本 你不能全归美帝脑袋上 对吧 这是一个 我先提醒他一下 阴谋都有 但是实际上 我其实想跟大家 因为我没开会员 所以这话题 其实不应该搁在一个 这种公众场合 就是这种 所有开放的场合聊 但是没开会员 没办法的事 就在这聊聊 您可能不太知道 就是说在超级富豪 以及这种大官面 大官这块 这些东西 尤其在中国甚至都不是一个大官 你只要是个实权的官员 都有可能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说他手下或者是说捧着他的人 他有一种作用 就是给他找各种各样他需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光是包括女人 甚至于包括古董 包括字画 包括他其他感兴趣的很多东西 这种东西叫专业的一种 怎么说 专业服务 买你的专业服务 而且是单人对单人的这种服务 我们一般来讲不太习惯于有这种服务 为什么 就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没钱 也没什么权 但是因为兄弟我不是玩古董的吗 这圈里稍微知道一点这事 所以今儿给大家唠了这颗 您比如说我们古董这一行 原来有一哥们 就包括马亦都老师 马亦都老师 其实你看他东西特别多 马亦都老师也是超级有钱人 对吧 这因为超级有钱人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你的身家在三千五百万美金以上 你就算是入了超级富人的门槛的级别 您别小看说 您老一看外边就是几个亿几个亿的 其实那个人是很少的 他真正说你可动用资金 你比如说你有三千五百万美金 你的资产 其实这个人数非常的少 他就迈入了一个超级富豪的门槛 他所享受的服务 很多的时候 就是这种个人对个人的这种定制型的 这种服务 比如说包括马亦都老师 马亦都老师就替很多有钱人去买这古董 买这些东西 我们这行里就有好多的这种人都干这种事 比如说有一哥们 这跟马老师没关系 我只拿马老师举个例子 比如有一哥们认识一有钱人 对吧 有钱人喜欢我们这一行 我们这一行 我是玩古董兵器的 我的专业是在东亚古董兵器这一块 那哥们也喜欢这个 结果就找了圈内的一人 就帮他买东西 他没时间 他只是喜欢 他也没时间去研究 大致知道一点就愿意说买 花了多少钱 最开始花了一百万 这是多少年前 这一说起来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一百万 还是个钱 对吧 十几年前我买一把特别好刀 特别特别好的刀 那把刀就是先在哥料拍卖上 至少是大几十万 但是在那个时代 我可能花个两三万块钱就买到了 那这个东西 他们花了一百万买回来 结果我们这帮人 就是我们就 其实我们是知道这事了 然后一看说 说操这花一百万 怎么买成这个德行 只要跟我们买三十万就够了 那剩下七十万哪去了 对吧 这东西没价 但是那剩下七十万肯定就 对吧 您理解这意思 那这种呢 就是这种个人定制的这种服务 一直是存在的 而且呢 这个呢 算是这个 这算半灰色地带的东西 有买有卖吗 他只是中间吃差价 吃得狠了点 那这个是一种 还有一种啊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这种服务呢 就是说 他个人的某些方面的 癖好的服务 您比如说 像张高丽老师 这种 这种 爵位的人 对吧 他最开始在山东那块 当那个 或者在天津 当这个 领导的时候 那就有这么一些人 他给你专门的 你喜欢什么 他给你上供什么 带着这个人 就是通过他 通过各种途径 把你欣赏的人 给你带到跟前 然后呢 也跟人家说的很清楚 说你这个是陪这个 陪他们的 陪他们的 然后呢 以各种名义 你比如说吧 就当年这个 比如老毛 人家那个张玉凤 人家是以护士名义 那你比如说 彭帅老师 彭帅老师是以 打网球的名义 对吧 这些东西呢 就过来了 哎 然后呢 你再有什么事 大致而言 他们心里是有数的 被请过来的人 也心里有数 那请的人 也心里有数 这个最后受益者 比如张高丽老师 他当然心里更有数 他这个东西呢 就是下边这帮 类似于原来的这个 您这是 我们一说地主和爸什么的 他有这个灭片 就师爷那一块 那个正经师爷不这样 他那种灭片 倾客帮忙的 就干这个活 这个东西呢 不光是张高丽老师这样 超级富豪们 也有这样的 超级富豪的这个爱好 大家都是知道 你比如说 咱刘强东老师 对吧 刘强东老师 上回惹上官非 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 刘强东老师 喜欢这个 那怎么弄呢 那就得弄 把这个乐意来的 给运过去 找到这种人 运过去 给他当麻崽的人 也是一个富豪 甚至也是一个超级富豪 但是呢 超级富豪当中分很多档次 我说的三千五百万美金 那是一个测算过的一个数字 这个你到这个 是刚刚到了门槛 您能往门里看了 然后呢 其他的呢 您跟那个登堂入室的 还有巨大差距 你这个富豪呢 他就拿 找着这姑娘 然后给介绍过去了 为什么刘强东老师 当时没 最后他终究没事呢 就是这个原因 是因为 我当时一看那事 我就知道 我说这他妈的这事 这事肯定不能算是强奸 对吧 最多算是这个 约炮 这个因为我一看 那个当时整个过程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 对不对 那个近期又洗澡 还有那个什么 又如何如何 你有无数的机会 你可以 无论是报警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你都可以把这东西给 你给 给 给妥害 对吧 但是你没有 那就只能是说你 最后你没有得到这个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因为 你不论是超级 这个 往下说的话 真的政治不正确 这个 您就听就行了 您有什么反对意见 您可以给我留言 这个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 真正掌握 资源掌握在什么手里 中老年男人手里 这话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有些人 你比如说 他少年得志 有钱 那是很少一部分人 真正的 整体的社会资源 掌控在中老年男性手里 那这些东西 他拿出来 他去 去对女性 进行这种性邀约 那很多时候确实是具有优势的 你很多人觉得说 说哎呀 说你 好多人 原来我说 我说哎呀 年轻普通漂亮姑娘 对吧 老男人 这个随便 就随便睡 那话当然是说的有点过 但是实际上 这真的是 这个 这个 一个现实 这也是一个现实 你因为啊 这人类 这个求 求偶 或者是怎么样 他有一个 他 你恐惧还要开屏 开屏是为什么 显示自己漂亮 显示自己这个 有强壮的基因 那显示自己的能力 什么叫能力 什么叫能力 但现代手里 钱就是能力 地位就是能力 对吧 权力就是能力 那你显示这个 好多女孩子 其实刚开始的 不乐意 你比如说 像这个彭帅老师 刚开始一定不乐意 对吧 毕竟差着40岁呢 那但是 他一旦说显示这些东西 并且是给予 给予了这个 这个 彭帅老师一些 这种 所以你想 他聊 聊天 对吧 那个 见识也多 对不对 那瞎聊天 又有权 那有可能 从开始的 完全不乐意 到有点乐意 然后再到这个 真乐意 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别觉得说 我这话 我为什么说正是不正确呢 就是说 真的是 你别觉得说 这个一定就是 以权力压服 然后是强暴 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 它本质上来讲 确实是 靠这个中老年男性的 这个掌控的社会资源 来进行这种 去寻求这个性资源 对吧 但是呢 它实际上来讲 它还就是 一般类型的求偶 您比如说 就像甚至于 您比较年轻 或者是您怎么样 您想想看 您自己 对吧 您在您追求您夫人 或者女朋友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自己最好的 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 对不对 你至少你相信 不管是你相信 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着 你见着女孩子 你肯定或者是其他 你就是说 你会把自己 最有能力 对吧 最牛逼的事情 最见识广的东西 去拿出来当谈资 再说 再吸引 跟孔雀开平 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人生 或者人性 或者动物性 您不管怎么说 它就是这个 就是现实生活里 存在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 这些人 那他们有这个 一帮人 给他们上供 就是给他去拉 你说 就高阶拉批条 这拉批条的人 有可能自己 都是一个 不是官员呢 就是有可能是这个 叫什么 另外一个超级富豪 或者一个小富豪 他用这种模式来做 这个东西是 已经在 所有的地方 是一个明规则了 在 其实是在 一个圈子里 在一个圈子里 这是一个明面上的规则 应该大家都知道 这种事了 我还以为 大家都能理解 就是说 这个难道不是一个 常识吗 对吧 就爱佛斯坦那种事情 无论中外 全他妈这德行 真的 全这德行 那为什么会有 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 你这些资源 他们就是要攫取 这些东西 他所有东西 都是要攫取的 那他们只不过 拿他自己的 现在这资源 来换这些东西而已 对不对 彭帅老师这边 这事 这边不舒服 肯定就是因为 就是原本 他可能不太乐意 从他到他乐意 结果自己乐意 自己乐意完了 您仔细看他行文 您别跟我争 您仔细看他的行文 他自己写的那篇文章 如果您看 还能看到的话 他自己写的那篇文章 他是有忧怨 而没有多少恨 那个你觉得他是恨 不是 他那个叫忧怨 您知道吧 所以彭帅老师这事 虽然我非常非常同情 彭帅老师 以前以及 以及他将要遭遇的 这个命运 但是呢 实际上来讲 他确实是被这个所蛊惑了 然后从不乐意到不太乐意到乐意 然后求而不得之后 他又开始抱怨 忧怨 文雅一点 忧怨 所以最终 然后出这么一个事 甚至于 甚至于 我觉得彭帅老师都不是想上位 他甚至都不是特别想上位 他只想拿一个公 就是在圈内办公开的身份 但是你想想张高丽老师 那是什么人物 对吧 我都那 昨天我说错了 人应该是正国籍 想弄这种事 人有的是 那就是给他上这种公司 人有的是 你想想老毛多少个女人 对吧 其他的 你比如说传说中的宋祖英老师 对吧 这个东西 大家都是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事情 您不到层级 或者是说 您没有通过某种渠道 你比如像我们这样的 就是普通人 但是他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圈子 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 可能一般人就不理解 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就跟怎么说呢 我一个朋友叫老林 老林在香港的 香港这朋友 他就说过 说香港这个富豪 我听着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那我为什么说全世界富豪都有这种事 美国我知道 中国大陆我知道 日本这个我当然也知道 但是香港这块我一看也这样 那怎么着呢 就是比如说一富豪说他要吃饭 对吧 那这个饭桌上的这个饭局 是两边的人在聊事 但是就没有那么正式的一个饭局 那怎么办 那有几种人在里面 比如说像老林老师这样的 老林先生这样的 他在那 他有他自己的这种叫什么 就是清谈 清谈课 他有自己的经历 很丰富 是话题的引导者 以及话题的提供者 然后还有两边的有钱人 对吧 然后旁边还有一些陪客 比如还有其他的文化人 还有一些小影星 或者是模特或者是美女 来过这边陪着住姓 这个都有专门的人 有专门的人 跟这家富豪比较好的 来提掉 知道什么叫提掉吧 提掉这种饭局 然后给凑人 凑一大桌子吃 真正人家谈事 可能是周围 比如说旁边抽两口血痂 几句话 事就谈完了 然后大家喀喀喀吃 最后大家参与饭局的人 不但白吃这顿高档宴席 还能够拿到一些钱 还有一红包 老林先生就拿过这红包 这个特别好玩 我说实话 我没拿过红包 因为咱说我也用不着这个 我倒真参加过这种饭局 这种就是 但是买头苦吃 能干嘛 对吧 就给人捧捧场 您说的对 怎么着 也干过这事 也干过这事 然后这种东西 是全世界通行的 看来香港也是这样 至于您想 您想能够说 想进一步 比如说 他这后请的影星 这提吊者就要明白 老板要干嘛 比如说今天事不重要 我晚上还想带个妞走 这个他就会把这个愿意的 给叫过来 要是说就普通吃个饭 当个话评点缀 就是所谓老男人饭局 特油腻那种 对吧 就是找普通的 你在这吃个饭 就完事 你吃完饭 你就走 这也没事 包括甚至说上游艇 游艇也是弄清楚了 你是说 只是在这陪着一帮有钱人 在这吃喝喝 还是可以干点什么 那个都有规矩 都不是说随随便便的 你就是说 你比如说吧 我有游艇 我请一帮美女过来 我老婆说 我人生理想之一 就是开着游艇 然后请一帮比基尼美女 潜艇后绝子这种 然后去玩去 那也不是这么简单 你要弄清楚 你要事先说清楚 它怎么 它是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不是跟嫖海不关 没什么关系 虽然它本质上而言 也是给钱 然后一种交易 但是这个也有差别 比如说它就是赔 就是过来来这 赏金月木木 大家端着酒杯聊天 出海逛一圈 然后这种跟客人这块聊聊天 还有一种的就是说 你要弄清楚 它说可以赔 因为游艇上都有很多客房 你可以去睡 这个也都要弄清楚 对吧 弄完了 然后大家就一拍两散 齐活了 主人掏钱 这些都是主人掏钱 就看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对 事先都弄好 专门有这帮人 去给他们去打理这件事 这个也是一种定制型的个人服务 就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这种阶层 接触不到那个 接触不到那个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就是在聊聊 为什么要聊这个 一个也是蹭蹭热度 第二 这个就是跟大家聊聊 就是有钱人 有权人的生活 跟我们这样普通人 那是截然不同的 好 谢谢主观 谢谢主观 谢谢主观